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各位好 我是行进 今天是2020年11月18号 星期三农历10月初四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还是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 让我们连线等候在室外的气象主播陈天 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天早上好 子涵 行进早上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早安 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已经下雨了 那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都有雨雪吗 给我们介绍一下 没错 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外边已经是厘厘的下起了这个小雨 而且沈阳周围是浓雾四起 可见度比较低 所以说现在您在路上行车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 说到降雨呢 今天全省的一个最关键的词就是降水 全省范围将迎来强雨雪 强风强降温天气 各地和部门应该做好防护工作 具体来看 丹东地区及大连市区 旅顺 金布信区 长海 瓦房店 普兰店 庄和 秀岩 本席县 环人有暴雨 各别乡镇和街道有大暴雨 沈阳 府顺 银口 复新 辽阳 铁岭 盘锦地区及长兴岛经济区 安山市区 台安 海城 本溪市区 黑山 北镇有大雨 局部有暴雨 以上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 再来看一下朝阳 葫芦岛地区 及锦州市区 一线 领海市有中雨 其中18号的夜间到19号 锦州 复新 铁岭 朝阳 葫芦岛地区及康平法库 新民 辽中 台安 盘山 将转为雨加火 或者是雪 朝阳 西北部局部 有大雪到暴雪雪量 可以达到8到15毫米 各地在今天和明天的 两天的降雨过后 在明天会迎来一个 大幅度的降温 降温幅度会达到10到12度 甚至有些地方会达到 14和16度 伴随着降温和降雨 今天全省是会刮大风的 各地的风会达到5级以上 大连会达到7到8级 银口和复新是6到7级 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做好 防雨和防风工作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沈阳的温度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0度 虽然不冷 但是这个雨和阴天 会让大家体感温度是比较凉 PM2.5指数是100 空气质量是一个轻度的污染 今天沈阳市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 10到零下1度 东北风转北风5到6级 小雪转多云 0到零下8度是明天的天气 而后天的是晴 0到零下10度 好的主持人 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播发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做好强雨雪 强风 强降温天气预防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气象局 据省气象局预报 18到19号 我省将出现强雨雪 强风 强降温天气 此次灾害性天气 将对我省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为应对强雨雪 强风 强降温天气 切实做好设施农业 畜牧业 渔业生产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近期天气预报情况 18日零时至19日八时 丹东地区及大连市区 旅顺 金浦新区 长海 瓦房店 普兰店 庄合 秀岩 本西县 环人有暴雨 50到100毫米 个别乡镇 街道有大暴雨 100到120毫米 沈阳 辅顺 迎口 复兴 辽阳 铁岭 盘景地区 及长青岛经济区 安山市区 台安 海城 本西市区 黑山 北镇 有大雨 25到50毫米 局部有暴雨 50到100毫米 上述地区 伴有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 朝阳 辽和流域及以东部分地区 降水量将超过当月历史极值 降水 降水过后 各地气温大幅下降 各地气温下降10到12摄氏度 局部下降14到16摄氏度 预计18日白天至19日白天 渤海北部 渤海中部偏北风6到8级 阵风9到10级 渤海海峡 黄海北部 偏南风转偏北风6到8级 阵风10到11级 陆地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7级 阵风8到10级 19日夜间至20日白天 各海区偏北风6到7级 阵风8到9级 陆地偏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2.落实防范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阴灾损失 1.落实设施农业防范措施 1.适时收放保温卷帘 降雨降雪时 外部没有塑料包裹的 普通保温草山或棉被 尽量不要放下 以防因雨雪打湿卷帘 压塌大棚 2.要做好防风工作 温室大棚要及时做好防风加固工作 严防因棚膜封闭不严 或绳索拉压不紧出现破损 3.做好保温增温工作 依据温度变化 及时调整揭盖卷帘时间 科学安排彭氏通风 避免作物造成冻害 2.落实畜牧业防范措施 要提前通知养殖厂户 停止野外放养蓄情 进行硅卷饲养 指导养殖厂户全面排查 蓄情卷舍 供电线路 供水管道等 养殖设施设备 加固卷舍尤其是门窗和屋顶 雪大时要及时清除 卷舍顶部积雪 防止蓄勤卷舍倒塌 严防养殖厂工作人员 非法升火取暖 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等 火灾隐患 指导养殖厂户 适时增加四草四料 受药疫苗和燃料储备 要加强蓄勤幼崽保育 及时调整饲料配方 适当增加能量饲料配比 提高续勤抗寒能力 三 落实渔业防范措施 要做好作业渔船召回 则岗停靠 避风 防火 防寒 防碰撞等工作 指导开展海上网箱 罚架等养殖设施安全防护 开展渔船 渔岗养殖设施检查 认真排查安全隐患 开展养殖水面破冰增氧 防止水产养殖产品缺氧死亡 加快收获养殖成品 尽量降低损失 三 强化组织领导 切实做好灾害天气防御工作 一 增强防灾意识 当前 政治我省冬季农业生产的 关键时期 要做好强雨雪 强风和强降温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 事关农业生产有需推进 事关冬季菜篮子市场供应 各级农业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防灾意识 积极主动作为 从保供应 保民生的高度 切实把灾害性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落到实处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迅速行动 强化领导 及早部署 狠抓落石 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二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此次灾害性天气为强雨雪 强风和强降温相叠加 为1951年以来 11月最强降水过程 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各地要通过短信 微信 电视 电台 大喇叭等方式 及时向重养植户厂 渔船 渔港 码头 及相关单位发布预警信息 确保生产主体和相关责任人 第一时间掌握气象情况 提高灾害性天气防御应对重视程度 切实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提前做好各项应急和生产物资准备工作 降低灾害性天气 对涉事农业 畜牧业 渔业生产不利影响 三 加强应急职守 各地要强化值班职守 加强涉事农业 畜牧业生产巡护和监视 加强渔港内停泊渔船和渔船作业海域监控 渔政执法船只做好备航准备 船上人员全部待命 及时处置突发陷情 要做好灾害天气 对涉事农业 畜牧业 渔业生产影响的跟踪调查工作 一旦发生灾害 认真组织核实 并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2020年11月17日 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是现代人的一个爱好 但是也得有度 得按照规矩来吧 15号下午 海口的福先生一家三口 在海南省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游玩的时候 就遭遇到了惊魂的一幕 在他们驾车经过黑熊园区时 一只黑熊突然爬上了车 而且压裂了前挡风玻璃 福先生的行车记录仪也记录下了事发时的场面 当时他们开车进入黑熊园区之后 看到有一头熊趴在草地里 他便把车停在旁边 想近距离观赏 结果那头黑熊从草地里起身走了过来 不断地拍打车窗和引擎盖 并从车的侧前方突然爬上了引擎盖 甚至还试图爬上车顶 看到这一幕车上的孩子吓得大哭起来 幸好在不远处 有一辆园区的工作车及时过来驱赶 黑熊便走开了 福先生也赶紧驾车驶离了园区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几秒的时间 而被黑熊爬过的车上也留下了不少抓痕 并且前挡风玻璃也被压裂了 事发后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表示 经过调查 福先生的车在园区停留了十多秒 而游客驾车在进入猛兽游览区之前 园区就已经提醒了 进入猛兽区 切记关好门窗 不能停车 最终经过协商 原方与福先生达成一致 全额补偿车辆的维修费用 同时也表示 下一步会继续加强园区的安全警示工作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据了解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分为车行区和步行区 其中车行区主要针对的就是狮子和黑熊 两大猛兽区 而记者驾车在园区也看到 多处醒目的位置都放有警示牌 上面写着 车内观赏 严禁开窗 严禁停车的警告 好 了解省内大师一起走进百秒辽宁 11月17号 2020年辽宁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男子组的比赛在迎口开赛 来自我省11个城市的15只代表队 近200名运动员参赛 通过大赛考核各式体校参赛队伍综合水平 选拔男篮后备人才 昨天下午 为期五天的中韩投资贸易博览会 及中国沈阳韩国洲闭幕 韩国洲期间举办了中韩汽车产业交流合作对接会 中韩文创企业发展论坛 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推卸会 及中韩国际基础转移项目对接会等 四项经贸活动 为中韩两国企业架起了经贸合作的桥梁 日前大连市在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正式开始执行第三批 55种药品集采结果 重选价格与2019年最低采购价相比 55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53% 最高降幅达95%以上 涵盖了慢性病用药 抗感染 抗肿瘤 益酸解热等多个治疗领域 近日 安山市公安局网安支队联合铁东公安分局 成功破获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斩断一条提供技术支持的犯罪链条 打掉了两个国内以跑分为手段 向境外违法犯罪分子提供洗钱行为的犯罪团伙 抓住12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11月16日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1月16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88例 含境外输入64例 治愈出院280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6例 好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美味陷阱 小伙自制冰糖葫芦 空腹吃七颗 吃出胃结石 隔十几秒 胃就像脚痛似的 先堵为快 电影除暴来审路演 老乡王千元卖力宣传 每回回到家乡 做手印的时候 家乡的人是最热情 如此教育 9岁男孩被扔在火车站 原来是虎爸 为了让儿子练胆 因为他在学校里打烊 他跟他心肯定下来 他爸爸想把他命令打烊 好 欢迎回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有一种冷叫妈妈叛逆冷 还有一种冷叫母校叛逆冷 这不有一所大学 就把温暖严严实实的 穿在学生们身上了 近日洛阳理工学院 在王城校区大学生服务中心 被313名家庭困难学生 发放了过冬的棉衣 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 学校买了多款的棉衣 贫困生可以自己挑选 试穿到满意为止 这项活动已经连续持续了11年了 棉服费用都由学校支付 生活中总有人在偷偷爱你 而这种爱 润物细无声 11月15号 在沈阳一位90后奶爸 坐地铁的时候 也感受到了这种冬日的温暖 他可不只是感动 还很激动 因为这送温暖的 正是他的偶像 赵基伟 原来当天 俯顺的奶爸杨洪宇和爱人 来到沈阳六娃 结果坐地铁2号线的时候 一个小伙主动起来让座 当时杨洪宇还自言自语 这小伙子真像赵基伟 后来追上去一问 真是 于是就有了这张合影了 杨洪宇一定是很开心 但是同车的球迷 一定也很遗憾 双十一过足了购物饮 最近不少人等快递 收快递 忙得是不亦乐乎 但是对于收快递的你 有过警惕吗 近期多地就发生了 冒充快递员诈骗的案件 作案方式就是 快递员加了您的好友 声称 您这个快递丢了 可以全额利赔 一旦受害人相信 就发送一个链接 或者是二维码 市民的钱 很快就被赚走了 这个诈骗套路 的确很具有欺骗性 稍不注意 就可能遭受财产的损失 快递有价 安全无价 这份安全防范提醒的快递 您仔细查收了 武汉的严女士 也是差一点就跳进骗子的坑了 前几天武汉一个派出所 突然接到了一起 诈骗的预警 一位严女士 遭遇电信诈骗了 马上就要汇款了 民警和对方联系 想要阻拦她 没想到 这个骗子忽悠之后的严女士 根本就不相信警察的提醒 警察就只能不停地 给她打电话 一共打了50个电话 直到把对方的手机 打关机了 与此同时 民警与严女士的丈夫 取得联系 让她也劝阻严女士 千万别汇钱 多亏了民警连打这50个电话 这硬核提醒 手机愣是给严女士 打没电了 没汇款成功 看来不光是手机 她这个安全意识 也得好好充电了 11月16日 新疆十盒子的消防人员 在扑面一起民房的火情之后 一名小男孩走到了消防车前 跳起了舞蹈 最后还来了一个帅帅的鞠躬 和舞蹈动作是一气呵成 其实火灾呢 并不是发生在男孩的家中 但是看到男孩的举动 所有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 我们在处置完一起平凡火灾后 收拯机赛的时候 一名小朋友坐在消防车面前 用一段舞蹈 向我们消防员致敬 祝贝的队友看到之后 心里也暖暖的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 每一个在我们身边默默守候的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礼遇 我们生活中很多病 其实都是吃出来的 从小开始 不良的饮食习惯 就会一直的积累 在东北说起冬天的童年记忆 那就不能不提冰糖葫芦了 通红的山楂 裹着晶莹剔透的糖衣 咬一口嘎嘣脆 酸中带甜 想一想都让人垂涎欲低 不过大家得注意了 这糖葫芦虽然好吃 吃的不对 那也存在风险 尤其是传统的山楂糖葫芦 如果食用不恰到 很可能就会患胃食症 沈阳32岁的小高 特别热爱生活 一周前 亲戚送给他几斤新鲜山楂 平时就喜欢各种DIY的小高 上网查攻略 自己动手做起了冰糖葫芦 满饭前他空腹一口气吃了七颗 等到了晚上 他的胃闹起了别扭 隔十几秒 就是胃就像脚痛似的 然后再隔十几秒 然后再来一次脚痛 特别特别疼 睡觉的时候就直接疼醒了 然后就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 小高一大早就去医院做了胃镜 结果发现他胃里有一个 直径大约五厘米的球状结石 结石跟胃粘膜反复摩擦 导致胃壁出现多处溃疡 三杂是含有丰富的乳酸 同时也含有果胶 它的果皮是含有大量的纤维素的 这三种物质吃到胃里面 和我们的胃酸相互作用 就会形成非常坚硬的结石 而且嚼得再碎 它也会聚合成团的 由于结石较大 胃镜无法直接取出 于是医生给小高 开了一些中和胃酸 分解结石的药物 昨天小高再次来到医院 接受胃镜检查 医生表示 如果胃食还在 那就需要用胃镜进行碎食治疗 这个石头发生了奇迹 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就是我们先期的治疗 非常有效果 它已经通过排除去了 对 跟他人看它溃养中吗 它的溃疡已经是由大变小了 而且已经是趋向愈合了 据了解每年10月下旬之后 山楂 柿子 黑枣等水果大量上市 冰糖葫芦也热销 随时而来的胃食症患者 也明显增多 刚才给您看的都是 最近近期的一些胃食 之前可能是在夏天或者春天 大概一个季度吧 能有一到两例 秋季之后 这胃食大概现在每周 都有一到两例 医生表示 像山楂 柿子 黑枣等水果 虽富含柔酸 但营养丰富 只要适当使用 是有益无害的 我们尽量不要再空腹吃 因为空腹的时候 胃酸比较丰富 那么这种水果当中的柔酸 就容易和胃酸发生反应 再一个呢 不要一次吃太多 第三个呢 我们尽量要吃熟透了的柿子 就不容易诱发胃食症 记者洪亮 李晶亮报道 之前呢 我们还报道过 小朋友吃大柿子 吃出过鸭蛋大的胃食的 当时大家还觉得有点夸张啊 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告诉咱们 这事是真的 而且还不是一粒两粒呢 大家都得留点神 千万别成为下一个呀 前几天在上海大学 一男生宿舍 因为将门锁改装成了智能锁 走红网络 制作者的室友 葛同学介绍 因为有一门学科 需要制作食物 他们宿舍呢 就简单地编了一段程序 用实验的材料 拼凑做了这个智能锁 您可别小看这个门锁啊 支持钥匙指纹声控 以及APP的遥控 四种开门方式 因为我们有一门课 叫危机原理 要做一个食物 我们就联系到了 平时在宿舍里 比较懒的情况下 不太想去开门 就用了一些电路板 对吧 然后简单编了个城 在门上装了一个声控的 另外呢 在门外面装了一个 指纹解锁的一个装置 因为我们经常会 忘带钥匙嘛 这种的对吧 我们没带钥匙的时候 就用指纹解一下 材料是自己网上买的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拼凑起来的 前前后后做了一下 大概就一个星期吧左右 手机APP控制 当父母啊 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烦恼 这孩子总是问 这为什么那为什么 有些问题简单能解释明白 可有些问题啊 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今日呢 来自咱们沈阳的一位家长 拍下了自己为孩子制作的 硬核日地月模型 走红网络了 这位爸爸说呢 自制模型的起因 是因为孩子问他 哎 为什么冬天这么早就天黑了呢 这个问题啊 确实不大好回答 那咋办呢 做模型演示一下呗 这位爸爸说 模型呢 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比如地月大小 相对位置都有些不够精确 但是小编觉得 足够孩子看懂了 有了这样的硬核爸爸 孩子们不懂 那就问吧 呃好了 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接下来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昨天 长征五号摇五运载火箭 和嫦娥五号探测器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厂 完成技术区 总装测试工作后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于11月下旬 择机实施发射 根据国家邮政局 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6号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首次突破700亿件 近三个月以来 快递业务量实现 从500亿件到600亿件 再到700亿件的三连跳 据国家航天局消息 截至2020年11月17号凌晨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门一号探测器 已载轨飞行 116天 飞行里程超过3亿千米 距离地球 约6380万千米 探测器姿态稳定 能源平衡 部分分系统完成自检 各系统工作正常 当年时间16号上午 意大利斯特隆伯利火山噴发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表示 这是一次高强度的噴发 持续了4分钟 但是并未改变火山的总体状况 斯特隆伯利火山靠近意大利西西里岛 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去年7月 斯特隆伯利火山剧烈噴发 造成一人死亡 美国航天局的直播画面显示 龙飞船与美国东部时间16号23点01分 北京时间17号12点01分 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接 执行本次任务的是 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日本宇航员 他们将在空间站停留约半年 北京时间7点01分 我们再次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陈天 好的 子涵 我们来关注天气 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的关键词 就是降水 全省今明两天将迎来 强雨雪 强风 强降温天气 各地各部门应该做好防护工作 具体来看 丹东地区及大连市区 旅顺 金浦新区 长海 瓦房店 普兰店 庄河 秀岩 本席县 还人有暴雨 个别的乡镇和街道有大暴雨 沈阳 府顺 银口 复兴 辽阳 铁岭 盘景地区及长兴岛经济区 安山市区 台安 海城 本溪市区 黑山 北镇有大雨 局部有暴雨 以上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 再来看一下朝阳 葫芦岛地区 及锦州市区一线领海有中雨 其中18号的夜间到19号 锦州复兴 铁岭 朝阳 葫芦岛地区 及康平法库 新民 辽中 台安 盘山 将转为雨加雪或者是雪 朝阳西北部局部有大雪到暴雪 雪量是8到15毫米 降水过后各地在明天气温会大幅的下降 降波会达到10到12度 局部下降14到16度 伴随着降雨 全省风力都会达到5级以上 今天大连是7到8级 银口和复兴是6到7级 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做好防雨和防风的工作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气象漫天 用心记录来看各式气象观察员发来的照片 首先是沈阳的初冬景色盛春昭 照片拍摄于北运河的岸边 往年这个时候的天气多数是北风吹雪寒一席人 今年初冬相对温暖 河岸边高大的垂柳垂下丝涛依然嫩绿 微风吹起随风摇曳 树下盛装的阿姨们随着美妙的音乐 跳起欢快的舞蹈 初冬的景色如春天般美丽 那再来看一下复兴的太平鸟 昨天下午近200多只太平鸟集结成群 在迎宾桥北大堤上空是飞来飞去 其实都是在围着忍冬果树盘旋 因为他们很喜欢吃忍冬果 小家伙往往是先观察好 然后一个冲锋 全体降落于忍冬果树上进食 这次是先落在了电线上 再来一个俯冲 他们的小聪明引来了 游人们一阵阵笑声 再来看下一张 是北漂的群体展示 早晨的天鹅湾因为天冷 护鸟人早早就向天鹅投放了食物 吃饱之后的天鹅开始活跃起来了 有的集体亮翅 好像在排练集体舞 有的三口之家 或者是两个鹅之间聚在一起相互鸣叫问候 还有的张开双翅在炫耀自己 整个天鹅湾叫声不断 欢乐多多 最后来看也是动物 来看开源的田野牧牛图 在城市郊外的一片玉米地里 一群牛在低头吃草 牛并不多 只有十几只 但是好像是商议好似的 它们均匀地分布在地里的各个角落 互不干扰 各自为战 牧牛人也一改以往的习惯 只是远远地坐在田耿上 独自来欣赏着田园风光 无暇顾及它的牛群 吃草的牛群 悠闲的牧牛人 幽静的农庄 泛黄的田野 真是一派和谐的乡村东京 七象万千 用心记录 明儿咱接着说 再来看一下沈阳现在的天气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0度 PM2.5指数是100 有一点轻度污染 而且外面正在下着雨 大伙最好是不要出门锻炼 那今天是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 10到零下一度 东北风转北风5到6级 明天是小雪转多云 0到零下8度 后天晴0到零下10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 寻味辽宁 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酸菜 说到了酸菜 这可是咱们大东北的过冬神器 在东北菜当中的招牌之一 在大冷的天里炖上一锅酸菜炖大骨头 一口肉一口酸菜 得意的再来一口酸菜汤 连吃待喝别提有多舒服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既营养又方便的乳酸菌酸菜 节目播出之后就有观众朋友问了 市面上这样的酸菜很多呀 凭什么这个酸菜就特别的好吃呢 那您可瞧好了啊 此酸菜非比酸菜 家里一供暖气温已升高 酸菜受不了 白蒲上面飘酸臭味不妙 估计老铁们自己在家里 腌制酸菜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有人说那是你的菜没选好 还有人说那是你盐放勺了 更有人说是你酸菜刚没刷干净 究竟怎么腌制 用啥腌制 咱东北人最爱的酸菜 能脆生生 酸爽爽 黄澄澄的既好吃又有营养呢 进到车间里之后呢 我发现整个车间里 是弥漫着一股酸菜的那种清香的味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腌酸菜 那个缸里呢 都是上面飘着一层白蒲 而且还冒着泡 但是我们来到车间里之后 发现呢 这个就是腌制酸菜的这个大白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酸菜上面 这个汤特别的清凉 而且这个的酸菜丝呢 每一丝都特别的透亮 就凭这颜值 瞬间唤醒老铁们对美食的向往 要问这酸菜为啥这么与众不同 您可记好了 人家用的是 省农科院的植物乳酸菌发酵 就这技术 那是相当讲究 为了缩短这个发酵周期 进行一吃二吃发酵 扩大这个接触面 发酵得更充分 充分发酵 后续产品就无需添加防腐剂 所谓的安全性指标 就是说眼硝热盐 眼硝热盐含量极低 远低于这个国家标准限值 说起压硝酸盐 这是很多老铁爱吃酸菜 有多少有些顾忌的东西 毕竟腌制的蔬菜中弄不好 就容易出现 亚硝酸盐超标的情况 而采用的植物乳酸菌发酵的酸菜 就极大降低 亚硝酸盐的含量 整颗白菜 入缸后进行第一次发酵 清洗 消毒 切丝后再入缸 这时乳酸菌进行二次发酵 两次发酵足足需要60天 您就合计吧 谁家腌酸菜能这么费劲呢 所以说好吃那都是有原因的 俗话来讲是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这么好的酸菜肯定是有好的原料 所以说这个是经过精挑续选 多年选育的这个专用的品种 食品讲究色相味只行 从这个酸菜的角度 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艳丽 再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味儿酸味柔和 质地呢清脆 爽口 除了腌制过程中 食用的是植物乳酸菌外 这白菜选的 也是省农科院精心培育的品种 这种味甜 叶绿 帮薄的白菜 可是上等酸菜的首选原料 这个菜 它的特点 就是产量低 它的叶饼比较薄 但是呢 它吃着口感特别好 和普通白菜 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市场上的白菜 农民都管叫包心菜 也叫杠菜 它的产量一亩地在 一万四五千斤 我们这个产量一亩地在 在八九千斤 它的造价比较高 但是这个白菜好 就好在它优良的品质 这种无化肥 不拿农药的绿色蔬菜 加上乳酸菌的两次催生与发酵 不但极大降低了 亚硝酸盐的含量 更让东北餐桌最传统的佳肴 味道不变 口感极佳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姥姥经常把酸菜 外面那个巴 切丝炖菜或者炒菜 这个酸菜心呢 就留蘸酱吃 这个就是我们 卤酸菌发酵的酸菜 不用头不用洗 直接就可以吃 我已经好多年 没吃到这一口了 我得赶紧尝尝 蘸点酱 清脆爽口 酸味流齿 就俩子酸爽 菜帮柔韧透明 菜叶嫩黄清香 酸香四溢 脆爽合口 对 要的就是这个味 找的就是这个感觉 要说这乳酸菌酸菜啊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据辽宁省农科院的技术指导介绍 这种酸菜 使用了植物乳杆菌发酵技术 腌制过程中呢 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二次发酵 经过一两个月的低温长周期发酵 既保持了东北酸菜的传统风味 有特别的干净卫生 关键是亚硝酸盐含量极低 远低于国家标准 另外呢 制作酸菜的黄芯白菜 也是省农科院的专利产品 产量低 叶饼较薄 制作成酸菜 十分的脆爽清香 第三呢 这酸菜加工经过清洗切割发酵 所有的工序都严格执行 国家卫生标准 那开袋以后还需要清洗吗 从卫生的角度来说呢 您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如果是怕酸的话 也可以清洗一下 再进行炖煮 哦 还有最后一点 与普通的酸菜相比呢 乳酸菌腌制的酸菜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白菜里边 原有的维生素C 氨基酸 膳食纤维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发展融媒体 扶贫汇浓 我们再行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北斗融媒公众微信号 点击页面右下方的北方嗨购 就可以买到健康美味的乳酸菌酸菜了 心动就赶紧行动吧 接下来咱们温故知心 说古论今 在脱口秀和相声表演里 很多演员都很喜欢用谐音梗 但是呢 也有人认为谐音梗不够高级 其实凡事无绝对 那今天呢 赵宇龙老师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古人的谐音梗 在某一档脱口秀综艺节目里 某演员以善用谐音梗 这本身就成为一个吐槽的对象 有一部分人认为 谐音梗是不高级的 所谐谐音梗 就是利用人们日常言语中 普遍存在的谐音现象 来制造喜剧效果 有些人认为 这种制造喜剧效果的方式 没什么技巧可言 不高级 其实啊 利用谐音制造喜剧效果 在我国也是有悠久传统的 这在民间笑话里 腐蚀即逝 清拜了一抄礼 就记载了一个段子 有一次 纪晓兰在一位尚书家吃酒席 同桌还有一位御史 这位御史啊 想羞辱一下纪晓兰 正巧一条狗跑过去 御史就问道 侍郎是狗 这是借谐音来骂 当时做侍郎的纪晓兰是狗 纪晓兰回答 是狗 做东道主的尚书大人 就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纪晓兰慢悠悠的回答 说狗与狼啊 有两点不同 一是看尾巴 下垂是狼 上树是狗 上树与上树同音呢 这是骂了上树大人 纪晓兰接着说 二是看她吃什么东西 这狼啊 非肉不食 狗则 欲肉吃肉 欲史吃食 欲史与欲史同音 又骂了欲史大人了 真是一箭双雕 这个段子当然很好笑 但格调不高 也不符合人物 这应该啊 就是个民间笑话 最后安在纪晓兰 这个名人头上了 后来传着传着 那位尚书更变成了 臭名昭著的和珅 这是何物啊 是狼 是狗啊 是狼是狗 看尾巴 下垂的是狼 上树的是狗 记住了 尚书是狗 它是欲肉吃肉 欲史吃史 何大人 欲史吃史 玩笑了玩笑了 玩笑了 其实从历史真实来看 这些话不像两位人物 说出来的 比较之下 《红楼梦》第十九回的 谐音梗就很有艺术品味了 这一回 贾宝玉给林黛玉 讲段子解闷 说扬州有一座带山 山上有个林子洞 洞里住着一群浩子精 要去人间偷国品 做腊八粥 负责偷香玉的小耗子 打算变成一只香玉 混在香玉堆里 神不知 鬼不觉地偷 结果变得 却是林黛玉 大家不解呀 小耗子说 你们呀 只认得这果子是香玉 却不知 颜柯林老爷的小姐 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你们就知道啊 果子是香玉 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颜柯林老爷家的小姐 林黛玉 那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我把你给了个嘴的 我就知道你在变成我呢 这是借玉和玉同音 打趣儿林妹妹了 这个场景很符合人物 两小无猜的关系 又照应了前面闻香的情节 引逗出后面嬉闹的情景 一举多得 可以看到 不同的谐音梗 是存在品位高下之别的 但我们不能说 谐音梗本身就是不高级的 关键要看它的使用情境 以及具体的艺术效果 许多时候 谐音梗是妙手偶得的 艺术效果又很好 这就是高级的 说起景匪片呢 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 景匪难辨的吴建道 吴宇森的蝶血双雄 或者是创造经典的沙破狼 这些影片在很多人心中 都是华语景匪片的经典 和上面这些港片不同的是 有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 内地为背景的景匪片 即将在11月20号上映了 昨天电影《除暴》 全国唯一一场录演 在沈阳举行 听说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演员 到现场来宣传造势 昨天导演刘浩良 制片人梁林 带着演员王千元 魏诗雅一同来到沈阳 为电影《除暴》宣传打扣 影片《除暴》讲述的是 以吴彦祖饰演的张笋 为首的汉匪集团老鹰帮 犯下了一系列惊天连环抢劫案 王千元饰演的刑警忠诚 是要将他们捉拿归案 两方由此展开了 殊死斗争的故事 曾多次在警匪片中 塑造出深入人心 银幕形象的 吴彦祖王千元首度强强联手 这次吴彦祖突破往日形象 继新警察故事16年后 再度出演汉匪 这次出演张笋 扑面而来的力气震慑人心 演出了汉匪的狠劲 而与特演对手系的王千元 时隔五年 由汉匪转警察 在预告里眼神坚定 分析案情沉着冷静 下发命令当机立断 十分果断 透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破案决心 也体现了人民警察 自信坚毅的性格气质 作为我们地地道道的沈阳老乡 逢电影路演必定亲力回家宣传 电影除暴将于11月20号全国公映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如此教育 九岁男孩被扔在火车站 原来是虎爸 为了让儿子练胆 山东林仪36岁的沈一川 手上有绝活 最近他用农作物做礼服 惊艳众多网友 沈一川是一位双胞胎宝妈 自小就喜欢表演 花草树木这些地里 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经过沈一川的巧手创作 成为了一件件漂亮的礼服 他还穿上在田间拍起了模仿秀 被村民们直夸是人才 如果生活是一个秀场 做自己应该就是最好的时尚吧 以求之鹤这个成语咱都听过 但这个鹤究竟长啥样呢 近日在杭州两主东明山 一台红外相机拍下了一个 古老而神秘的物种 经过辨认 它就是成语 以求之鹤中的鹤 鹤是犬科非常古老的物种 被认为是类似犬科祖先的物种 会在秋季大量取食 直到体重比原来增加50%为止 隔屏打个招呼吧 你好 鹤 百文不如一件 当生活太无聊 爱美的小鹦鹉会怎么玩呢 一个网友家的小鹦鹉 就用桌纸条来装扮自己 实力演绎 爱美之心 鸟也有之 视频中 只见他小心地裁剪着纸条 精心装饰在自己的维宇上 看起来专心致志 乐在其中 不想成为凤凰的鹦鹉 不是好鹦鹉 主任以后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多备点材质 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向山县交警 在设卡检查时 一辆棕色的小车冲卡逃跑 于是交警和驾驶员就上演了 烙鹰捉小鸡的戏码 之后冲卡的驾驶员汽车 两次试图翻墙逃跑 最终因为体力不支而被抓获 近日向山县新桥交警中队 在茅石县乌江村路段 设卡检查时 一辆棕色小车突然强行冲卡 向乌江村的驶去 民警随即进行拦截 不料驾驶员石某 竟中途汽车逃跑 随后交警一路追赶 并在一条死胡同发现了石某 就在交警准备将其带回时 石某开始挣扎翻墙 交警紧追不舍 终于在一户人家的院子角落里 发现了躲藏的石某 交警本想安抚一下石某的情绪 随便跟他聊了几句 没想到石某居然再次翻墙逃跑 跑了几条小巷后 中阴体力不支被交警抓住 随后石某被交警带回卡点 进行呼吸室酒精检测课 结果显示为 每100毫升40毫克属于酒后驾驶 经过进一步调查 交警发现石某属于二次酒驾 目前还处于驾驶证吊销期间 且车辆未年减 目前石某已被行政拘留20天 且两年内不得拷取驾驶证 近日一位父亲为了给孩子练胆 竟然把9岁的孩子是独自一人 扔在了人流密集的浙江金华火车站 在金华站南进站口通道内 一位身着灰色抓绒上衣的男孩 独自一人走向进站口 在穿流不息的人群中站了一会儿后 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把他带进了进站口 随后男子与男孩分开站立 男孩随人流进入了进站口的实名验证区 男子则在一旁停留片刻后 独自离开了 我们觉得奇怪 没有大人跟着 就在这边孤立林的一个人 然后就问这个小孩 小孩也没做生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到旁边上的 这个就是炮锦台这里 他可能过了十来分钟 才告诉我们妈妈的手机号 然后我们跟他妈妈就经常联系 孩子母亲说 孩子一早就被父亲带出门了 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接到民警电话后 才知道父亲把孩子扔在了火车站 他后来了解到 父亲这么做 是想练一练孩子的胆量 原来男孩平时性格内向 不爱与人交流 加上在学校 有时不配合老师的管理教育 父亲就想教育教育孩子 把孩子独自扔到火车站 让他自己想办法回家 借此机会 一方面惩罚一下孩子 另一方面也锻炼一下他的胆量 所幸民警及时发现 联系了男孩家人 一个小时后 男孩的妈妈和姐姐 一起从兰西赶到金华火车站 接男孩回家 除了这位虎爸 心大的 还有下面这位奶奶 11月3号 四川共警交警 发现一个男孩 独自坐在车里 经过询问得知 孩子的奶奶去唱歌了 把孩子一个人扔在车里 幸好这车没锁 车钥匙也在孩子手里 民警随即拨打了 小女孩奶奶的电话 要说这奶奶 也是太想得开了 有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以 但是孩子的安全 咱可不能忽视 小朋友 打得开不 你自己个人吗 你个人吗 你家人在这房间 一个人 他干自己了 成功 你家人爸爸吗妈妈呀 你好我是交警队 好好好我买车 我买车的 好 我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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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是你孙女儿了 你心还是比较大 扎车子停着点 把孙女儿 丢着车子给你锁起 你去做你 然后你去唱歌 我没唱 我没唱 你刚才不是在 开题位里面吗 感谢 我买车子把我丢在车子里 你个人走 我买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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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上网 都开启了硬核模式了 前有秘鲁儿童 爬山寻找信号 后有印尼学生 收费品换取 上网时长 现在又多了一个 俄罗斯的小伙 他为了上网课 每天都得爬树 找信号 天哪 手机要没电了 这位21岁的战斗民族小伙 是一位网络红人 也是家住西伯利亚的大学生 每天为了上网课 他都要进入森林 300米的深处 爬上一棵8米高的白花树 寻找更好的网络信号 我选择白花树 一是因为它离我家很近 二是白花树 象征着我的国家 我从未从这棵树上摔下来过 但我曾经在一棵小杨树上摔下来过 短短一周 杜多拉多夫爬树上网的短视频 就在社交平台上 被浏览了近200万次 杜多拉多夫表示 家里网络很慢 无法满足基本的上课需求 这是他迫于无奈 想到的解决方法 屏幕是手机重要的部件之一 一旦手抖摔掉了手机 就会导致屏幕破裂 加拿大蒙特利尔工程学院的科学家 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 将其用于制作手机屏幕 能够有效地防止碎屏 科学家受自然界中的蜘蛛网启发 借助3D打印技术 制作出一种新型材料 这种材料的内部结构 像蜘蛛网一样 具有超弹性 抗疲劳 以及稳定星号等优点 试验显示 这种材料可分散96%的冲击能量 除了制作手机屏 这种新型材料 还可以用于制造防弹玻璃 飞机发动机的保护涂层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是子涵 我是行进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